不想喝酒 没关系 我请你吃晚饭 地点你挑 只要你答应 你所有酒我全包 花花 把酒都装起来 这位先生 您车在哪儿 我们现在就给您送酒了 美女 品尝一下喝酒了 第二瓶半价 不买可以尝一下的 死心眼儿的卖酒小妹 酒卖得怎么样 这些酒全没卖出去呢 那看来你们这第二瓶半价的策略 也没什么用啊 先生 如果你有 更好的方法的话 你可以说出来 我有一个小小的策略 只要你陪我喝完这一杯 我就再买二小的 如果你想喝酒的话 先生 我可以陪你喝 对不起 这位先生 我们现在是上班时间 不允许喝酒 叶辉 叶辉 你也有被拒绝什么 上班时间不行是不是 那就下班 下班我请你喝 先生 如果你不买酒的话 麻烦请你离开 好吗 我问的是人家 我没有问你 不想喝酒 没关系 我请你吃晚饭 地点你挑 只要你答应 你所有酒我全包 你说的是真的吗 真的 花花 把酒都装起来 这位先生 您车在哪儿 我们现在就给您送酒了 来 咱俩走一个 好 满走啊 来 吃吃这个 来 我给您倒着 我给您走 别说了 这么个地方我还是真第一次来 还真挺别致的 车库里开烧烤 我还第一次见啊 平常老百姓都来这里吃烧烤 来 香啤酒 好嘞 不 两香 好 两香 晚上就到啊 你怎么能喝呢 今天不管你想要喝多少 我都陪你 不过我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求您快点喝 好样的 够实在 今天你点多少我喝多少 我特别好奇 你是不是不光卖红酒 你还卖啤酒呢 我不卖啤酒 只卖红酒 我还有一家网店 如果你就喜欢买红酒的话 那我把网址给你 你随时都可以下单 行 好样的 卖酒小门 我来 没事 来来来 谢谢老公啊 没事 别客气啊 不是你的酒吗 干嘛 你要给我烧香是吧 三根 你不是说吗 啤酒对你来说小意思 我都记下来了 那我喝一个你喝三个 插销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帮帮他 以后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说什么都答应 之前天天约你吃饭你都不答应 我答应 我答应 等等就是你这句话 喂 学习英文 喂 你舅舅要把插销怎么样 你先别着急 今天下午六点红访见 我也叫了薇薇 把那大记者也叫上 还有什么开淘宝的合口人 都给我带上 别叫那个什么教授啊 看上来就烦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还想不想救人啊 你要是想救人的话 几个人就给我整整出现 喂 这夜会到底什么意思 把我们叫过来 也不说他想要干嘛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要干嘛 反正他说了 咱们几个必须要整点到这儿 他要告诉我们 林文武 到底要怎么对付插销 对付插销 插销 你别着急 叶辉一定有办法的 叶辉 我们在这儿 你快点啊 怎么样了 什么怎么样 哦 这事儿啊 完了 完了 彻底完了 我舅舅已经下了律师函 马上就要打官司 而且这官司不仅要打 不不不 他肯定能打赢 要把他送到监狱里去 喂 兄弟啊 怎么了 你这后半辈子可能真的就跟新闻行业 告别了 别太难过 威威姐啊 兄弟 你别吓唬插销了 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 叶辉 事情已经这样了 也只能求你了 威威花花我们三个 一点办法都没有 求求你了叶辉 算我求你行吗 叶辉 叶辉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帮帮他 以后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说什么都答应 之前天天约你吃饭你都不答应 我答应 我答应 等等就是你这句话 那叶辉 没事了 看笑的 在我软磨硬泡之下 我舅舅终于答应放了你的大鸡肠 听到了吗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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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逗你母孩呢 没事了 谢谢 吃好的 吃饭呢 威威和花花都已经跟我说好了 今天只要你帮我们 我们就请你吃饭 当然要吃饭 不带咱们俩 只有你 我 两个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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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 开了两圈就这样了 看那小脸车呗 行了 找我什么事啊 说呗 我还想请我吃饭 请就再十字烧烤 是不是还要再溜几圈 我朋友插销 冒犯了你舅舅的一位 我能想想办法 让你舅舅撤错 这事难办 我告诉你 我舅舅 那是狠角色 我可真说不动他 再惹熟了 我爸都跟我下了死命令了 我可不能再接住他了 叶桓 我求求你了 你就帮忙插销吧 行吗 你怎么求我都没用 我舅舅我要能说动他 那我天王老子能说动了 你一定能说动的 如果你都说不动的话 就没有人能帮插销了 什么呀 你可太高看我了 我真没那本事啊 叶辉 你去帮帮忙吧 帮忙 不 你让我白帮忙啊 那 你有什么要求 你就提出来 对 不要就很简单 做我女朋友 你只要答应做我女朋友 我一切都能帮你 好 好